公民抗命 我要真普選 任何事可以做到 是延續衣服運動的精神 即是說公民抗命 無畏無懼 又或者如果我能夠 可以凝聚到市民 譬如對本土 對泛民 對抗爭 這些不同的情況 我會積極考慮 當然我不會 希望有的人 我出現 令到建制或者親政府的陣營偷到雞 或者得益的 我相對地就不會這麼考慮 這個紀律聆訊會在五月尾 暫時我沒有什麼擔心 沒有什麼很擔心 這些都是要看回大家 我想社工 從來都是站在社會公義的角度 去做社會服務